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虎 這是幾個大原則抓住 所以今天這個龍虎的課程 非常重要 床位龍虎大家都會看 不過你知道添加什麼東西 可以替運勢加分嗎 而添加什麼又會扣分呢 以這個床來看 叫龍虎 過面 有的話叫龍開闊 名量無限 它的加分就是多了一個 臥室的柴味叫雙柴味 它的缺點是 男人龍鞭壽主 壽主一點 龍鞭壽主 龍的旁邊不是那個鞭 那叫來鞭 你整個來看 這其實是老婆可以聚財 那老公比較會受限制 是這個意思 屋外龍虎可以帶財 但也會帶來災禍 而在無法改變環境的狀況下 究竟要如何迎財水 以及趨吉避凶呢 光尊水醒 趨吉避凶 歡迎收看風水龍捲風 大家好 我是沛珍 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要歡迎的是 鐵齒小禎 主持人好 維中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鐵齒小禎 歡迎你 接下來歡迎的是 風水界的柯南張維中 主持人好 我大家好 我是沛珍的柯南 大家好 是的 今天我們來到 委託人的家裡 我們可以發現 他的家裡風水是非常的好 但是龍虎邊好像是 相當的平均 到底什麼樣的問題 造成夫妻之間 好像很容易都在吵架呢 小禎 你怎麼看 沒錯 佩珍 我個人是這麼認為的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 一定會有一個女人 跟一隻母狗 所以呢 她的老婆一定是在背後 默默地支持她 一定是這樣沒錯 維中 怎麼說 我並不這麼認為 我認為是龍男虎是女 龍長虎膽 龍虎的對稱 佛舟的龍虎 床的龍虎 佛舟龍虎 書的龍虎 門的龍虎 都決定她的勝負 維中啊 你可以再用國語說一遍嗎 我剛剛說的就是國語啊 而且今天就有這個 龍虎的對稱 還有窗外的密心 告訴大家許多龍虎的一些 開運的方法 蛤 原來是這樣 觀眾朋友是不是 會感到非常地好奇呢 沒關係話不要多說 我們現在呢 就一起前進去她家 一探究竟 走 出發 看這個氣勢 就知道我們今天 來到冥嘴的家 而委託人 彭花幹 你一定不陌生 自從在政論節目上 用誇張的肢體動作 竄紅後 現在她已經成為 最火熱的冥嘴囉 而她家的龍虎鞭 都顧得非常好 但兩夫妻怎麼還會爭執不斷呢 今天就要好好來一探究竟啦 人家說喔 一支嘴巴給女兒 有人就靠一支嘴巴 沉迷 賺錢 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而且我真的很羨慕她 一個那麼漂亮的老婆 然後一個可愛的小孩 是連母狗都這麼乖 我覺得她 福祉何求 她還在抱怨什麼呢 是不是 那種呢 如果要抱怨的話 真的太不應該了 是不是 華乾哥怎麼說 我告訴你 還是很多抱怨的啦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一個男人 你都不曉得 爭命苦 為什麼爭命苦 因為在外面要拚 要衝對不對 好了 我相信觀眾朋友 不想聽這段廢話 所以我們就來 跟他們講風水 我 你怎樣 我知道男人要我肩膀 所以你身上穿得特別寬 不是 你比較大我就比較大 我比較大 那是因為自帶肥 現在已經散了 你知道嗎 輕輕 我已經沒時間 還沒時間去買新衣 對不對 你們怕你來 不必生輝 所以說我要這個 穿得比較體面一點 但是卻發現說 華乾兄 你瘦了 為什麼 因為你自從上了電視以後 你就沒日沒夜 為了都是這個 家嘛 對不對 這也比較苦 我了解 我們是 我們是 他會一直講下去 他就一直小時候把他講完 他那個苦誰了解 不好意思 我們這叫做風水有關係 不叫男人真命苦 而且只是一個肩膀比較寬 可以講那麼久 對啊 所以你看 真的是靠一張嘴 這麼厲害 那這樣你老公 我們看一下風水 玄關這裡是不是就有什麼蹊蹺 可以看出 為什麼他那麼會講呢 靠吃口柴飯 括嘴 最主要這個門 風水有頭像材如像人 對 門口窗為眼 樓梯為蛇 這樣聽起來嗎 好俏皮喔 那這個門就決定他的勝負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門一定很散的啦 我們很多人都吃這個開口飯 對 那開口飯包括議員 公共關係 老師包括講師等等的 靠這個開口飯 門當然不能破裂 不能斷裂 不能落差 其實門要向東方 東南方 南方 都代表我們所說的這個口 是旺的 是貴氣的 是貴氣的 可是有這個耶 我看他怎麼解釋 我看你怎麼解釋 這就對了 因為他的戰爭性節目 很多是有爭議的 是有火爆的 對啊 其實他是借火 來去使他自己的熱情 熱力 攻擊 攻擊 收收收收 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家裡如果前面就正對著消防酸 是好的 不是 他的職業 他的職業要吵架的 辯論 辯論 這我倒沒想到耶 既然我的大門 正對消防酸 我沒注意到這件事 也是火火相似的那種 但有的人吵架是生氣 生氣更不好 生氣 真意 但他的吵架 所以剛剛有人吵架 會像你剛剛這樣口氣嗎 不是 氣氣 氣氣到自己講出話來 我吵架也會這樣 我回之氣節 對 但他做相是好的 第二個 這個門看出去 包括我們所做的 這個住家的客廳的門 看出去 落地窗 有圓景的話 代表他 屁股都翹起來了好不好 你可真是在家裡唱耶 老師說得真好 因為老師現在指的是 這個消防酸 並不代表說 我會有火氣上來 而是真的是動物吵架 輕輕爆跳 不是的 而是他知道 他說 這個消防酸其實代表說 我們是名嘴 我們是靠口 口若懸河 但並不是動氣 好 來 所以老阿 你說這個火火相聲 那竟然這怎麼解釋啊 對 好 好 這嘴巴 太酷臭的吧 老詹你怎麼說 我 所以你就吃憋了 他在外面是龍開過 對 虎收 龍強虎落 男強女落 以風學來看 當然是要龍強虎落 回到家裡面 一路吃憋 你看到沒有 回到家就吃憋 就是回來之後 就被罵 被唸 被交替 我覺得你 龍壯壁 你回來就是 灰頭土臉 沒錯 這倒是真的 對啊 我回來的話 我跟你講 就是準備聽訓 對 你不要跟我講說 你在外面多厲害 以這個居家門內 龍壯壁虎開闊 你是疼老婆 怕老婆的 什麼 真的假的 你是幹哥耶 幹哥 你怎麼會這樣 其實這是事實 憑良聽講 為什麼 我雖然一張嘴巴 但是有時候 老實講 老婆再怎麼兇 好 我不跟你吵 我不跟你說 我也不跟你辨 為什麼 你都有道理 雖然我在外面 已經很累了 對 可是 我還是不能跟他變 你說我如果不疼他的話 這麼大的房子 早就 講得很好聽 他什麼活兒也沒幹 講得不好聽 你盡量長話短說 好 可以嗎 聽你的意思是說 你每次一回來 不管嫂子說什麼 你都是微聽是從 對啦 你就雖然他說什麼 都說什麼 雖然沒有到 微命是從這個地步 不過大部分 我都滿足他的要求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的嗎 少子 你怎麼說 少子 你什麼說 才怪 他講得這麼好聽 不是這樣嗎 在外面這樣 你看 心口罩回來 就是完全好聽 你對他也是這樣的 對啊 如果說我還不夠讓你的話 我真不曉得 真的 你的 Where your heart Where your heart 我以後不是人家 你剛剛那邊是廢 對 怕得 怕得再過來 怕得再過來 那還好 龍也有一扇窗 知道吧 還可以幫他增加一點能量 跟力量 可是他的愛氣 幫他做個窗簾 讓你龍還繼續壯壁 所以這就是高招了 知道吧 所以如果本來 沒有這扇窗的話 加一個霧面玻璃 讓龍明亮 龍開闊 龍有圓景 回到家裡面 家裡面 家裡面就比較能夠 提升 提升 所以你說如果沒有這個窗簾的話 他反而會比較好是不是 有的話 家裡面講話地位高 比較好 更能夠穩固 他的家長的地位 這個如果沒有的話 遮起來的話 回來 還是遮起來 不要 拉起來好了 覺得你有夠拿木板 釘 是不是 不好意思 他坐起來 對啦 放不起來 還是拉起來好了 我還要有一點地位 對不對 門外出外 昇龍火虎 下又不會花流 回來就下一個 病蟲一樣的 講到蛤靈 外面的蛤靈就好 外面的蛤靈就好 蛤靈 這一個藝術品也很像 蛤靈的感覺 對 這就跟他的心臟揪在一起 其實主要是他講的這個 那個屏風 對不對 一般我們這裡 等一下我們看過去那邊 是落地窗 這叫傳統說的 那中國的頭講究 行 氣 日 行就是山形的意思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 看到落地窗之前 做很多的山 都有阻隔的作用 這個屏風就是一個山 如果放一個 我們所說的電視櫃 也是一個山 如果在那頭再放盆栽 不是全部放 選擇放就好了 在落地窗的前後 放個盆栽也是山 如果外面的景外景 外面的陽彩那邊 也做一個我們說的植物 來做屏障也是山 有人說那個金洞 包括那個水流也是山 由水山 木山 石山 來阻隔穿塘風 所以你這個做得非常地好 這屏風做得好 對 可是它這個 這花是真的嗎 真的 假的假 這我要訓一下 來 老師我正好要請教一下 我會輸清假意 從搬進來開始 為了植栽 我跟你講 那是傷透腦筋為什麼 因為你一不小心就死掉了 對 很難癢 非常難癢 我跟你講 她大姐 我跟你講 每次都弄癢 自己 女超人你知道 每次都躺 好 結果你知道嗎 最多半年 九個月以後 不行 養不起來 花本來就是要一直化 很難癢 就是一直沒辦法讓她 花本身就是一個木氣 跟花氣跟香氣 一個巡迴 就像我們巡迴的意思 當然要生生不息 一直巡迴增加這個氣場 你還好放假的 我在家裡放真的 我的愛妻就是說 每天掉葉子誰掃啊 是這樣來對的 你知道嗎 你自己要中 你自己中 會有重 你知道嗎 你年代已經很好了 你是有間接 抱怨自己的家庭 你自己要這樣 你就算我把油重滿 你知道嗎 老師講的 就是我心裡要講的 你知道嗎 剛剛講的還好 不是虛情假意 我們就直接修正 你知道嗎 那如果真的一直死 是不是就要一直換 當然要換 生生不息 就像你換衣服洗衣服洗澡 吃飯大號 蹦蹦蹦蹦 蹦蹦蹦 蹦蹦蹦蹦 蹦蹦蹦 為什麼我們來測試一種節奏 就是浪潮 其實你是 只有一種持窮的節奏 不是 因為我想用古典風水 講成現在風水這樣子 對 意思 老師 妳的意思是說 其實還是要放 當然要放 一定要 而且花本來就是一個禮拜 就要換一次 一進門 我們就馬上找到男女失衡的第一個原因 大門龍鞭撞壁又擺臭鞋 讓棚滑幹的氣勢被老婆壓過 雖然龍鞭有開窗 但被窗簾遮擋 也驗證在外意氣風發的幹哥 一回家就變得浮浮貼貼 除此之外 進門的春塘風 其實只要做個屏風遮擋 就能夠防止漏財 但如果你家沒有地方做屏風 也可以在窗前或窗外 擺放盆栽 金洞或是流水盆 也能化解川塘風 而接下來將來到 視野遼闊的前陽台 究竟屋外的龍鞭 虎鞭要怎麼看 才能通知男女運勢呢 這景學問大了 這景學問大了 好漂亮喔 這景真的還很漂亮 當初就是因為我老婆看中了 老婆來了 她看見了這個景色之後 其實那時候還沒有整治得這麼好 對 這幾年來台北 新北市政府 她真的花了很多精神去做 對 老師 所以這邊風水怎麼樣 因為前面有水 後面好像也有靠山 其實遠景很好 這就是我夢寐以後的 真的喔 第一 注意喔 它的水是把那邊流過來 對 那叫做左青龍龍水五階 住這邊的 岸的這邊的是賺錢的 那你反觀過去那邊的 對 建物可能稍微弱一點點 對 這是龍水虎 龍水虎絕的好處 這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 它開闊的公園 跟遠景無限 不再有建物的可能 也就不會出門撞壁 也犯小的 對 這第二個重點 可是它對面有個廟 對 廟的話如果正前趴的話 每個人會被你拜來拜的 你要還它的願 造成你要受一些夜的意識 可以用鏡面反射的方式 冷漲氣 冷漲氣 它已經離這麼遠了 還會有影響嗎 如果心裡有割大的話 還是要 每天給它拜出去的好事 我覺得比較有割大 應該是旁邊這個是 那個危險 究竟佩甄發現什麼 讓老師退避三社呢 抓住龍虎邊原則 全面翻新男女運勢 照的龍虎有很大的學問 照要背著照 左青龍就白虎 龍兵 代表這個照的主人 女人是家公園 書桌 也是左青龍就白虎 所以今天這個龍虎的客服 非常的重要 登上去 這樣的話這個賞錢嗎 每個都會給你拜啊拜的 你要還他的願 造成你要受一些夜的意識 可以用鏡面反射的方式 攪上去 它已經離這麼遠了 還會有影響嗎 如果心裡有疙瘩的話還是要 每天給它拜不是有好事 我覺得比較有疙瘩 應該是旁邊這個是很危險 對啊 這整個 這是什麼小 這個是 地道上 這個是虎邊帶一把刀 鐮刀跟寶劍的意思 代表做這個法式的女主人 必帶刀子 果汁 雪光 鎮牙齒 包括我們所做的一些 盲腸肌的物質 威整形也算嗎 威整形也算 妳這婆婆真是才能罵得到嗎 是 這有什麼好女 跟你們兩個好朋友 不會聊到她有沒有婆婆身 對啊 對 妳真的還不敢聊 什麼犯規 真的沒有 所以它如果婆婆身 就表示說這個刀的煞是化掉的 我認為煞氣不可怕 可怕是妳如果去改變它 如果旁邊有刀的話 太太喜歡小小的微整形 果腹 美容一下 好事啊 而且你看喔 試試看 我不只看到水 那個水是清澈的 非常清澈 是乾淨的 是活絡的 活水 清水 所以水才是真的好工作 如果是臭水都停在那邊 時常會見到那個底的話 對 要枯水 乾水 瓶水 貧窮的瓶 必定帶來災難 老師 它這是前陽台 這算是前陽台嗎 對… 不會有點太小嗎 台小 遠景很好 還是以遠景為主 台大面對的是人家的牆壁 台大好學校啊 不是 陽台大 如果遠景不好的話還是水 了解 所以大小沒關係 比的是Viu就對了 對 它從來沒有在尊重大小的 有 以前它這邊沒有尊重大小的 那不可能 被老師稱讚的遠景 讓澎華幹的事業大放異彩 而河水從龍邊流入 代表這棟房子可以招財 另外湖邊的工業水管 形似一把刀 亦造成女主人血光 除了擺放山海鎮之外 也可以用微整形或捲血的方式 來化解喔 而接下來 將前往澎華幹的工作室 與其說這裡是它辦公的地方 倒不如說是它的小小博物館呢 這裡就是我的工作間 我的工作間 好厲害喔 你可以跟文明哥交流一下 對 這也是你的小小天地耶 對 這就是我的世界 然後有人進來的話 就會被我吹出去 為什麼 因為小珍你剛剛那個動作很危險 它會斷掉的 真的喔 就是不能工作嗎 亂摸 不要再摸啦 這都是你自己做的嗎 不是 是我們不能碰的 所以它是棉在上面 它是 不是 就說它其實是成品 做好的 對 已經做好的 它是鐵的 所以很重 對 很重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 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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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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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嘔 嘔 我老婆都不敢這樣 我跟你講 這要是掉下來的話 你就知道了 所以大嫂 好 那個華乾哥 花多少時間 在沈溺在他這個無聊的收場上 只要有空 錄影完回來 他沒事就沈溺在這些裡面 那你不會生氣嗎 不會覺得說 一直在摸這些飛機也不摸我 太高興了 這比出去喝酒去亂弄 真的 真的 拜託你躲在房間弄這一些 然後裡面提了一架航空母艦 都不摸 你說得對 還這麼大牌 你真的被搞什麼飛機了 小禎說得很完神對不對 搞一個航空母艦不弄 非要弄這個飛機 我跟你講 那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 因為我在把玩他們的時候 就等於是我自己在評論 為什麼 我是名嘴嘛 對不對 每一下飛機都有它自己的歷史 你知道它的來歷 你就知道歷史 什麼樣的人 玩什麼樣的鳥 對 因為它本身 因為它本身 有的人玩貨機 有的人玩的是運輸機 有的是客機 他是玩戰鬥機 對 代表這個人是充滿了戰鬥意志的 是 這個飛機就像我們說的船 火車的意思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代表你的戰鬥力 然後這個本身後面有沒有 飛機 我們是坐飛機不是被飛機撞 我們要坐在飛機上面 了解嗎 或我們要騎馬馬在前面 他把飛機放在後面 每一個飛機的針 都像你背後一樣 對啊 傻 是就是放了一整排 它像有一排 像這樣的展示櫃 然後那時候就說 他那增狀太多 其實對他不好 對 那如果你要放飛機可以 你放在這個位置 龍邊馬 飛機跟馬一樣的 要向外飛出去的意思 那麼代表戰鬥 活力的意思 這邊放我們所做的 飛機的艇機品 這邊你坐在這邊 那頭朝哪裡 頭朝外面 這戰鬥機要投炸彈了 像家裡怎麼可以呢 不同的飛機代表不同的意涵 而居家擺放戰鬥機 可以讓人外出工作充滿乾淨 不過戰鬥機 一放在座位龍邊 不宜正對座位擺放 以免造成血光喔 而接下來的客廳 不僅通風採光良好 座位擺放更是了不得呢 這個客廳也好到不得了 對 龍開過 而且呢 這邊是門在正前方 比較不會犯小人 湖邊有廚房廁所跟臥室 符合風水的期格 這點我必須要讚美大嫂一下 他當時選擇房子 就是有忘到你的 對 那當時 其實我沒有這麼想要 就是說 決定要買這邊 因為老實講 這邊現在跟你們所看到的 完全兩回事 沒有買這一間 就沒有現在的乾哥了 對 然後沒有這麼多車 然後這個景色 你說它當時 並不是整視得這麼漂亮的 那可是因為我們要 就近照顧附近 因為我附近也住在新店 那我不能離太遠 然後河岸水岸第一排 他那時候就講說 前面不能再蓋了 以後一定會爭執 那時候是大嫂獎 畢竟有眼光 一定要給它掌聲 所以你們搬這裡 這邊整個看起來很新 有六年喔 六年 看起來好像兩三年 很新耶 很新 我已經平了 十加的很好 不斷需要維持 維持就是最大的學問 所以說其實我買房子的經驗 這些 所以說 我還沒講完嘛 不是 我還沒講完 不是 買房金 老實講應該來問 所以說這房子 他問你 房子本身不貴 但是房子的經營才是貴 還有它的需要 所以老師 它這個水晶球這些 這樣 黃酒精 真的 然後那個盆栽其實長得還不錯 我們又插題了 怎麼這樣子呢 還不是 不是的 整個這邊放了一個櫃子 這邊就是傳說中的 45度角的柴位 對 那我們遇到的窗就是 柴空 柴見光 那麼它做一個窗簾遮 加上點盆栽 盆栽就是製造錢採 水木相生的意思 盆栽長得好 錢採自然好 盆栽長得不好 代表投資一段時期會有危機 會破財 所以你借這個來做提升 這是櫃子對不對 對 其實它這是大嫂的一個 類似我說的藏寶格 聚寶盆 裡面放點好東西 要放好東西 真的 裝飾 裝飾 如果這裡呢 不好意思 如果這裡你有點信仰的話 放個黃財神 財寶天王 或是你們喜歡的財神 手繪的 可是它這個不算是柱子嗎 應該是它修飾的 裝飾的 對 這是陽台 這裡原本是陽台外推 對 所以本來現在我們站的地方 就是陽台 然後因為你看我也非常有蓋 當然會這個像這樣子的 這叫什麼 這叫情趣的一種貴妃衣 也是我老婆選的 為什麼 因為就是 男女主人對坐 喝下午茶 真的喔 剛剛你坐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拍得比較明顯 好 那你繼續 怎麼樣 什麼意思 這拍不到啦 已經出鏡了 幹嘛 台灣是對的嘛 是 大嫂姐這個是旺財對不對 對 類似這個水晶 水晶球 包括包括元寶 都是旺財的 有提升財運的 你忘了一件事情 是不是 要黏上一點 人民幣或是我們說銅板之類 人民幣 黏在哪裡 對啊 壓在下面或放到上面多好 上面都可以 否則這只是一般的水晶球 如果加上錢的話 就是財球 錢球的意思 非常加深 任何錢幣都可以 對 增錢 增錢 那這個科技有個最大的缺點就是 上名 下野名 對 科技在正中間有沒有 是 如果需要的話 放個地毯我覺得很棒 本來是有個地毯 我們本來就有 這不是這個地毯 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嗎 講 我實在不好意思講 你講 因為當時我們養了三隻狗 有兩隻很調皮 非常 我跟你講那是非常痛苦的回憶 因為地毯在那邊 我跟你講 牠們會 牠們會聚為地毯 所以當時 我忍痛 把地毯收了 但是 牠們也送給別人養 這是有心酸的歷史的 你知道嗎 所以從此以後 他一直在跟我唸那兩隻狗 從此以後 我對不起牠們兩個 所以我再也不擺地毯 因為會觸景傷情 而且說實在 其實老師講得很好 但是因為當時 我放的是長矛地毯 我現在有在想說 如果再擺回淡色系的地毯 會使這個房子變得明亮 跟什麼 可是不能淡色系了吧 要深色系 要深色系 假的是黑色的 怕實地 本來我們是用黑色的地毯 其實看起來很貴氣 好看 好看 可是就是因為它太長矛了 所以有這個過程 那你就說 那你不能因為你的嗜好 而打壞了這個風水 所以現在老師現在講了 其實我已經慎重在考慮說 我要鋪回地毯 使這個房間更溫暖 還有說說 上明下暗 暗 上去下重 上圓下方 上圓下方 去買個有點圖案的 POSE地毯也不錯 POSE地毯 客廳明亮 座位後遊靠 並且面向大門 都可以提升男主人的地位 不過唯一的缺點是 使用淺色的地板 一時主人做出錯誤的判斷 最好加上深色地毯 以達到天津地眾的原則 而財位見空 以及位在陽台外推出 以擺放盆栽或是金洞 以補足地氣聚財氣 另外各種周財法寶 只要黏上鉗壁後 就能夠讓你的財位更夠力了 而接下來 將進入餐廳廚房 究竟代表女主人地位的廚房 是不是造成夫妻失和的原因呢 你們做到六年了 這個腳都還沒拆喔 你看 這麼奇怪 等一下 各位幹哥 今天你幹嘛 幹哥在那邊 幹哥 幹哥 這個做家裡面聚會的時候 有時候父子夫妻談事情 是 你一定要記得選對位子 你的聲音就會大 以後家裡面談事情 你先做這個 為什麼 龍開闊 後面有靠 這個在後面有走到 陳友圓景 老婆坐這裡被你罵瘦頭 對 你要知道 你就是這樣 明明是他隊友 因為他座位錯 被你變瘦頭 所以這一個是最弱的 因為後面沒有靠 對不起 我坐在那邊 如果這樣罵女兒 不是要罵教育他們的時候 罵女兒也是這樣子 把最不好的位置給他們坐 自己高高在上 才有力量 真的了 所以這個就很大的學問 很大的學問 沒有 有時候是明明自己做對 做錯位置 沒罵 失訊 判斷 完全 他不要都坐這裡 那就自己罵 所以不管做對 做錯 錯 你都被罵 那你不能再怪老婆了 因為是你自己做爛位 對啊 就是我還是要做真正的主位 可是你做的那個位置 也是滿詭異的 因為一般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對 我贊成你所有的坐在這邊 其實後面走的情緒 很麻煩 對 我會選擇這一個位置 好 我告訴你 1號 2號 3塊 因為他 他要看電視 隨時都要看 你好捨近求遠 說這裡看那個客廳 那不是更大嗎 更近嗎 對啊 因為老實講 我們就是說 中午吃飯的時候 我看這比較快 然後而且老實講 我每 我無時不刻都要 都要吸收心知 對 所以我看這才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通常都坐那個位置 所以他今天老師也點出一些問題 我從來沒想過這些問題 我被涼壓到 煮刀 涼刀 有沒有 然後這個後五靠 不好的位置 這個廚房不得了 這廚房很散 好專業 這個廚房 對 真的 小廚房 小廚房 對 後陽台超大的 好 現在必須先說一個典故了 為什麼這個廚房搞成這幅田地呢 你知道這個廚房有多大嗎 多大 大約四平 差不多 七到八平 因為你要算後面以及裡面的面積 七到八平 以前我在我的舊家的時候 我的廚房只有多大 兩平多一點 沒有要提 那個時候就有人說 沒有了 廚房那麼小 怎麼做菜嘛 沒辦法做 沒辦法做 太小了 好 現在終於搬到這個房子裡面來了 我說這廚房夠大了吧 你可以做很多好菜了吧 叫他說 是 這麼大 咱們兩個人吃飯 這很難搞 但整理起來很辛苦的 雖然還是甭做了 咱們吃便當就好啦 對 就這樣子 結論就是 還是不肯做 要他做飯 我跟你講 除非太陽打西邊出來 對 所以一個大原則有沒有 廚房越大 老婆講話 聲音越大 那麼大的情況之下 有兩個優點 一個是他的碰燈技術 他喜歡忙於催事 也知道他的成就感 第二個他講話越大聲的情況之下 就是乾脆 就老公會要聽老婆的 那麼他想幹嘛 你就聽他的 如果你的地位要更大的話 就把 拆到餐廳那邊去 你就更大 但是有得必有失喔 有 這種家庭都好 你說連餐廳都歸為廚房 對 這樣子的地位就更大 那就更了 那就是每天他就要看到你 這樣子 老婆 這樣子 好 來喔 我是幹哥這樣子 我是幹弟 我是幹弟 對啊 永遠 永遠 好嗎 但是這不是好事 因為你們必須要說 女人要小 要退 要低 才能夠 對 跟大家講 有可能就好了 有可能 爪背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跟你講 我這個老婆很厲害 很有眼光 但是你要叫他溫柔 客 是嗎 低 謙卑 這字典裡面也找不到這個字 你當初喜歡那個 就喜歡他直爽大咧咧 不是嗎 對啊 你就是喜歡他這種 個性啊 為什麼取回來又再抱怨 對啊 我當初被他那雙腿給騙 漂亮 那雙腿從頭到尾都真的 這有什麼好騙的 對啊 座座也是從頭到尾被他那雙腿騙 所以說詹老師也是被老婆 那雙腿給騙的 你看看這個中島 有多少的巧思 第一個中島 聚會有沒有 一定會有爐 但爐不見 對 每人這樣一照有兩爐 活洗濕河 它沒有見火是沒有關係的 第二個中島一定有個水 對 女人的錢財一去不回 常常這個點 水槽流的 水槽是水水相生 有提升我們說的這個 水的旺氣 最重要是中島本身來說 我們一定要注意到 盡量不要用到 為什麼 因為 廚房是 不是會沙漢 對 廚房就中間 油油膩膩的 這也要問 其實我覺得 沒有道理啊 我也覺得 第一個想到這樣就是會髒嘛 那廚房不是這樣燥嗎 一張就昏了 燥為火 那白色的屬金火 金客 往而會影響他們這個 後面是白色 這是算米色的 是明明就白 你要不要把眼鏡拿下來看一下 對啊 那就不應該了 應該就這個顏色 你會不會再找自己麻煩了 好 我跟你講 你要 到時候就不對了 我就一直在幫你遮 是 可是我看到它上面那裡 有掛葫蘆耶 對 它是怕涼壓 灶 最重要是這個灶 利用這 一兩秒前跟大家講一下 灶的龍虎 時間到 這要利用五秒前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灶的龍虎 有很大的學問 灶要背著灶 左青龍又白虎 龍邊開闊 龍邊有圓景 代表這個灶的主人女人 是加分的 以這樣子來看灶 很多的觀眾朋友 都搞不懂灶怎麼看 它像佛舟一樣的 佛舟是背著神明 左青龍又白虎 第三個就是 我們所說的書桌 書桌 人桌裡面 我們在書桌的前面 也是左青龍又白虎 那床也是一樣 床座在那邊 我們降睡床 也是左青龍又白虎 龍高 龍明 龍開闊 虎低 虎暗 虎聚財 這是幾個大原則抓住 所以今天這個龍虎的課程 非常的重要 讓大家了解 什麼叫龍虎的重要 來 重點是 大招 你可憐了 看似完美的廚房 竟浮現最要命的瑕疵 床位龍虎學問大 男女運勢有捨必有得 你這個床來看 這龍虎 如果沒有 的話叫龍開闊 明亮浮現 它的加分就是多了一個 過世的柴味 叫做雙柴味 它的缺點是 男人龍鞭壽主 壽主一點 龍鞭壽主 龍的旁邊不是那個鞭 那叫來鞭壽 你整個來看 這氣勢是老婆可以聚財 那老公比較會受限制 是這意思 9 大招 你可憐了 前無窗 上無良 後友們 背後犯小人 那怎麼辦 所以他今天不煮飯 有個小小的原因就是 照後友們 催事不順 心神不擬 所以他說乾脆去外面吃算了 這個照的位置也有影響到 所以大嫂不做飯 是為了保護他自己 對 你當初設計的時候 沒有辦法考量進去 可是就有說 剛剛老師講的犯小人 最近他真的犯小人 真的喔 我什麼 不只犯個 就是會有那些 反正就是流言蜚語 說你怎麼樣對不對 就反正就是有這種小人小話 你說大嫂 穿小鞋 他的朋友跟他之間 那你就會覺得說 奇怪了 這麼多年了 也沒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對 他最近怎麼會去惹上這些 就是你知道嗎 小小的畫這樣子 那他這個什麼 怎麼改 什麼畫 他這個裝潢 已經裝好了就很難去做調整 一般的話 會把冰箱移到冰這個中間 冰箱裡是一座山 代表我後面有山 但冰箱的口沒有對這個罩 所以沒有水火蟲 有山可靠 小人不來 這是一個解決方式 還有人說 火木相生嘛 如果盆栽能夠養得好的話 廚房是火嘛 加一個好漂亮的盆栽 在後面 也滿 事情壞的 也滿有文藝氣息的 其實空間夠的話 做一個屏風或霧面的玻璃 來做一個曲折友情 進門不見照 脾氣不煩躁 出去不看到火 也不會容易發火 那個空間 大概搬冰箱搬藤在都沒辦法 他這件已經目前來說是沒有救了 不是 可是還說 家裡都說可以加個簾子就沒有了 可是還說加簾子 加簾子 那很奇怪 你是合約到了是不是 只有契約 加在外面還是加按鈕 加在外面 外面OK 加簾的好處 這裡開門的時候 見到那個熱水器 對 見火 脾氣一發火 沒錯 當然少得對小孩愛情很好 對 可是這是後代子書面舞台 想要惹他生氣 一開門到小孩子就有人發火 加個布簾 那麼就一個遮擋畫豆瓶 下水 老師講了這麼多 其實灶後有門 只要裝個過溪門簾 就能夠輕鬆解決 女主人犯小人的問題啦 而爐灶的龍虎邊 也跟床位 神桌 以及書桌一樣 是以背對來看其風水原則 不外乎是龍洞湖境 以及龍高虎低 只要掌握住要領 就能夠開闊男女主人的運勢囉 另外大坪樹的廚房 也會讓老婆變得較為強勢 使得老公一點反駁的餘地都沒有 而看完了廚房 接下來一行人將來到彭花幹 引以為傲的住臥房囉 我的主臥真的是很大的幸福 這個主臥連帶主浴室 按我的個人的書房 總共是二十一坪 又有書房 那已經是人家一個家庭的坪數了 你還是在這邊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 你現在視覺上有錯覺 因為你所看到的家具都是大的 如果它是正常的大小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突然變得很寬 這應該跟我家差不多大了 差不多 怎麼可能 小禎 你是家 開什麼玩笑 我現在租的那個地方是比較小 那是因為妳租好嗎 但是我可以鐵口直斷 就是讓我們 所以好像這個床真的滿大 沒有 它床是 它在這邊放冰箱 放冰箱 放冰箱 對啊 下個枕頭 三人枕頭哪有力 三人枕頭哪有力 多家的一個人 對啊 內無必 居家風主要成雙成對 如果有三個枕頭或五個枕頭 叫落單 那容易孤隱 落枕 不是落枕 是落枕 比較會 比較孤單的意思 我孤單還是我孤單 都有可能 你們兩個睡幹嘛 中間差一個 小三嗎 是女兒會來跟你們一起睡嗎 沒有那麼多學問 這只不過是裝飾品而已 不然的話給各位看 乾哥 拔開來還是兩個枕頭而已啊 五個 六七八九十七個 乾哥 萬象皆有意義 好不好 還把這個拿掉 就把這個掛像做改變了 就是中間那個拿掉就好了 變成雙數就可以了 對 雙雙對 對 那以這個房子來看的話 乾哥你躺一下 我躺一下 我告訴他龍虎的意思 你躺一下 我躺 真的躺下去啊 不要吧 我 我看到乾哥未來的人 我坐 腳很醜 然後我 我只要 那天還晚年 那天還晚年 龍邊這邊 龍姐 他今天還穿那麼正式 那是嗎 晚年 而且你還有一盞燈 都在臉上 你看起來好像要上去了耶 來 請去過 那我先去過 那我 應該要睡這邊 男生是龍邊 男生睡在那邊 女生睡這裡 曾經有很多夫婦睡錯方向 爭執吵架比較多 對 那你 可以 你還睡個正式 我吸耳恭聽他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方面我很想聽 對 那如果以這個床來看 叫做龍虎 如果沒有這塊板子的話 叫龍開闊 明亮無限 可是這個板子有加分也有減分 它的加分就是多了一個 臥室的材味 叫做雙材味 那麼女人就會聚財 它的缺點是男人龍邊 龍邊壽主 壽主一點 龍邊壽主 龍的旁邊不是那個邊 那叫海邊 玉桃是不是龍邊壽主 比在他海邊的地方 那種說 龍邊壽主 那到底哪裡壽主 有壽主要看醫生 要去通喔 龍邊壽主 龍邊碰壁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 以整個來看 這氣勢是老婆可以聚財 老公比較會受限制 是這個意思 這是普遍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更衣室超讚的 這個更衣室坦白講 其實實在太小了 因為當初我們就沒有跟 這件事講話 小的美 小的好 小的巧 這個櫃子擋掉了側衝床 所以夫妻的身體健康 增值增長會比較少 然後這個進來的這個 衣帽間的兩側是屬於材味 你可以上保險箱 金銀珠寶 手錶瑪瑙 都可以考慮放這裡 這一個櫃子 這個櫃子 不得了的好櫃子 真的嗎 對 如果它放這裡的話 叫進門撞壁 它放側邊形成兩個柴位 一張好 又能夠湖邊 如果沒有這櫃子 湖邊就是廁所 你拿來摸自行的錢財 你怎麼數照片 可是老師 通常都是這個更衣室 一定是就是整個更衣室 是蜂蜜室 可是它後面還有加一個廁所 衣帽間 時常很多都介於廁所跟臥室中間 這是好的設計 沒有側衝 沒有濕氣 沒有湊氣 那衣帽間也可以做一個撞壞 讓彭華乾在家裡地位受阻的原因 又找到一個了 也就是他的床位龍鞭撞壁 而相較之下 老婆的虎鞭 還有雙柴位 種種掛象 也只能讓乾哥自嘆不如 不過還好 更衣間隔在床位和廁所之間 可以避免側沖床 使得夫妻感情更加和睦 而接下來的書房 為何能讓彭華乾的事業 攀上巔峰呢 好大的書房 而且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雜誌 老闆檔還是不夠大 因為都已經擺滿了 拜託 人家這個已經是人家一個主臥的大小了 你們會覺得很可怕 因為老實講 那邊很擠 它的書不能有折痕 什麼 這個書已經幾百年都沒有折過 它都這樣子輕輕的翻牌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不小心折到 它會怎樣 我不知道 要不要試試看 妳可以試試看 我不敢 你是說這樣子折嗎 不敢 我不敢 來 你大概已經到最大限度了 你大概已經到最大限度了 再折下去的話 太誇張了 那你大概 還有一個折痕 來者是客 真的折到 我只有去買一本新的 真的嗎 怎麼會這樣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控制狂 好 也算強迫症好了 反正我的東西都是要跟新的一樣 真的是強迫症 要跟新的一樣 不可以有凹痕 不可以有折痕 好 然後所有的東西都要擺整整齊齊 其實我已經沒有辦法再顧到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場你看到的 你後面就有 不可以 不可以 100價錢 其實你每一本書都還自己這樣 把它錄起來 還要弄好 它都這樣 真的假的 而且全部都是 我從認識它 那三個按鈕 而且這全部都是進口書 對 一本都要六 七百塊 沒錯 好聰明 真的喔 這是日文原廠 上面有很聰明啊 上面有寫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明準的時候 有時候都必須要看這個 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書 20幾年23年都這樣 這已經 你看 你現在看見的 包括你看不見的 就1000本書 你絕對不相信有那麼多的 因為那個櫃子我再也打不開了 可是你有在看嗎 因為如果你只是為了收集 但是沒有在做研究的話 那整個就是那麼廢 我坦白告訴你好了 每一本書我都會看 因為這是專業的書 所以一般人看不懂 一般人沒有興趣 可是你放了這麼多飛機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講了說 它是增狀物 老師他如果把這個放在臥室 會有影響嗎 飛機的那種像兵器 像打尾一樣 其實是不宜放在臥室裡面 你就要把一個固定的收藏室 做你的興趣的擺放 我覺得那是非常加分的 對 重點是幹嫂問我說 這個桌子到底有沒有加分 我用五個角度來 跟大家做一個互動 一 桌前有沒有門 沒有 通過 很多桌子前面有個門 氣場壞 穩住 第二個 桌前 桌後 有沒有聞到廁所 或是有一點味道 沒有 現在就聞到你的味道 第三個 你的桌上有沒有很涼 有一點點 它比開 稍微一點點 被散掉了 第四個 桌子靜機放在房子的正中間 因為正中間 周遭的氣場很亂 專心辦公桌 桌子不能放房間的中間 對 千萬記得 可以往後退一點點 這個也過了 第四關過了 第五個 最害怕 桌前雖然有窗 有圓景 但最害怕是 窗前有很多的柱子 或砂 或壁刀 這也是書桌 辦公桌 安排的五大禁忌 你自己都沒有 所以你坐這裡的話 後面再拜個書 高枕無憂 還不夠多書 對 對啊 前面桌子 我覺得特別是 他前面放了一個盆栽 很少人書房 放這麼大的植栽 那幹哥坐這裡的話 後有靠 書香 茶香 花香 容開闊 明亮 虎岸 聚財 前有圓景 不得了得好 不得了得好 我這個又再來一次 我又 敲起來 不得了得好 所以他其實只要把這些 找我稍微再清一下 就好了 好 所以其實今天看到 幹哥家裡有這麼多的收藏品 收藏很好 但是就是找個地方要把它 對 我要收納 收納 收納起來 你可以很勉強 對不對 重新裝潢做一個展示會 對 就所有的收藏 一併的展示 配真這個事情不會發生 一旦我要重新整理 或重新裝潢的話 我跟妳講 我老婆一定會說 通通給我丟出去 不管妳放在哪裡 我都不要看到 所以說這是不可能的 我只是想一想吧 總有一天 有人一定要到我家來看 他才知道說 這是什麼 幹哥等一下 我覺得妳講這段太精采了 可是妳要坐著 因為我覺得這個光明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你要把妳的那個理想跟夢想 講一下 然後妳這個展覽會在哪裡 因為其實這樣才有理由 然後妳會怎麼收 對 這樣才有感覺 這個計畫是怎麼樣 可以再講一下嗎 講一下 大概在哪裡 沒有 幹哥怎麼說 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就是說 像這些 我的收藏 不 我還沒講 怎麼真的都跑掉了 我要把它當做一個 我自己家裡的博物館 所以說 各位觀眾 看到我了嗎 千萬不要學我 打算 妳 又是 打算 我 將